大家好,透过热点分享观点,欢迎来到德传媒,我是Gary 最近台湾再次成为了国际的焦点 今天有一个有意思的消息 台湾总统蔡英文获得了一个奖 中共的玻璃心要碎了一地 这个我们后面讲,咱们首先进入今天的主题 面对美国和台湾不停的互动 中共也是不停的折腾 但是好像都起到了反作用 过去只要哪个国家表示支持台湾 愿意跟台湾合作 中共立刻就像疯狗一样狂咬 作为人类,我们看到了疯狗上来了 本能的就先躲一躲避一避 总不能狗咬你一口,你也咬狗一口 只要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 大家都不想找麻烦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所以表面上就忍一忍 等这条疯狗自己安静了也就过去了 大家私下里该怎么做还怎么做 所以每次这条疯狗都洋洋得意 它真的觉得自己是东方不败了 但是长此以往大家都受够了 实际上对付疯狗也不是太难的事情 只要我们蹲下来吓唬吓唬它 疯狗立刻就夹着尾巴跑了 在上一节目中我说过了中共的第一叼盘侠 魂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 他就威胁说 只要美国和台湾有更进一步的动作 中共国的战机就要飞越台湾领空 宣示主权 可是拜登随后就派出了特使访问团到达台湾 蔡英文总统也亲自接见了访问团 没看到中共国的战机飞越台湾领空 反倒是又开始在家门口 这开始演戏了 口号喊得震天响 外面以为耍猴呢 这给谁看呢 当然是国内的韭菜了 先给脑残的韭菜打打鸡血 看我们多强大 收复台湾指日可待 顺便也吓唬吓唬不听话的报名 美国台湾惹不起 收拾你们这群不听话的报名 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的报名是用眼号的 中共一直以来都是这副德性 我们先看看蔡英文总统和美国代表团 会面的公开信息 首先呢 蔡英文开宗名义 中共军方在台湾周边频繁的军事活动 威胁到了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台湾准备与美国合作 维护该地区和平 意思就是老大你来帮忙 我完全配合 蔡英文同时也透露了 拜登加强与台湾关系的承诺 开始于竞选活动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如磐石 透过这一点呢 我们就清楚了 为什么当初蔡英文首先跳出来承认拜登 政治啊就是这么复杂 站在正义的角度来看呢 蔡英文的做法让大家跌破眼镜 但是站在政治的角度来看呢 蔡英文的政治嗅觉非常敏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就算蔡英文站错队支持了拜登 川普总统回归也一样会支持台湾 所以啊支持拜登不会让台湾陷入险境 咱们客观的说啊 蔡英文支持拜登从道义的角度来说是错误的 但是对台湾来说呢 不会有任何损失 大家都知道啊 川普总统是一个君子 非常的宽容大度 他也会理解蔡英文的做法 但是呢 这个恋同匹政府可不是君子啊 如果得罪了他们 未来台湾的日子啊 会非常的艰难 正在台湾利益的角度来讲呢 蔡英文的工作非常的出色 当然也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了 要不是川普总统过去的铺垫 台湾呢 也不会有今天 在目前美国两党完全撕裂的情况下 支持台湾反对中共 却成为两党唯一的共识 这不得不说呀 这是台湾人的福气呀 也可以说是天有台湾 虽然从道义的角度来说 蔡英文第一波跳出来支持拜登 做的非常不光彩 甚至让人不齿 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呢 政治就是龌龊的 政治就是利益的平衡 好人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政客 只有相对来说不那么坏的政客 或者说在道德上啊 是留有底线的 我这里呢 没有为蔡英文洗地的意思 相反呢 对他第一波跳出来支持拜登啊 还觉得被恶心到了 所以啊 这件事情我们还是客观的来看吧 只要台湾人民能免于中共的暴政 大家还是宽容一点来看待这件事情 即使川普总统将来回归 支持台湾的态度 也不会因为蔡英文的做法而有所改变 我知道啊 在台湾有很多川普的支持者 上一节目呢 就有朋友留言 说对蔡英文的做法呀 还是无法释怀 站在台湾整体的角度来讲 保护好台湾人民 免受中共病毒和中共政权的伤害 就已经是大功一箭了 中共的邪恶程度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与这样一个恶魔政权对抗啊 走出的每一步都要非常的小心谨慎 我个人呢做人的态度是 言于律己 宽以待人 简而言之就是 不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 只要不是奥巴驴 恋同比这样的大奸大恶之徒啊 我们都抱持着宽容的态度去面对 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着善良和宽容的时候呢 您会发现呢 您的生活非常的淡然 宽容不代表我们就没有原则了 因为宽容是留给别人的 但是对待自己要求却不能改变 所以啊 像我这样的人呢 是无法搞政治的 政治呢 就是一门利益上妥协的艺术 从这一点上来说呢 我个人就无法做到 那些号称自己拥有虔诚信仰的政客啊 本身他就是骗子 过去呢 我一直以为彭斯是一个例外 但是发生的一切啊 大家都看到了 他以神终成信徒的面貌是人 言之凿凿的 向所有相信他的人说 把不合法的选票都扔出去 他不只是违背了自己的诺言 更是对神的亵渎 这种罪恶啊 甚至超过了恋童品 所以抱怨啊 来的就非常的快 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 彭斯刚刚接受了安装心脏起搏器的手术 事情已经发生了 我个人不想再做过多的评论 有些人不相信因果循环 山岳有报 彭斯就用实际行动证明给您看 过去啊 我也在节目中专门说了 仔细的讲述了发生在我亲身上的山岳有报的真实故事 信不信呢 由您自己决定 虽然呢 现在邪恶的力量占了上风 但是呢 他们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不过呀 只是时间的问题 能做到国家首脑这个位置上的人呢 一定是拥有极大福报的人 当他们把自己的福报用尽的时候啊 这个恶报也就如期而至了 当他们把自己的福报用尽 恶报也就如期而至了 放心一个也跑不了 有点车远了 咱们拉回来继续说蔡英文的讲话 他说上周美国国务卿颁布了新的指导方针 和三月份成立的海岸警卫队工作组 都是双边关系取得的实质进展的迹象 在上期节目中我已经分析过了 咱们这里就不做过多的赘述 同时作为回报呢 台湾与美国正在 供应链安全和5G技术等 共同感兴趣的关键领域合作 实际上啊 这就是承诺保证晶片的供应 晶片对美国来说呀 才是重中之重 同时呢 蔡英文也会在气候问题上啊 和美国合作 这期节目的题目呢 是台湾很忙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远隔万里的北美国组织啊 把奖颁给了蔡英文 赵战狼表示坚决反对 强烈不满 那又能怎么样呢 在自己家门口撒泼打滚 说到这个奖啊 还有一段小插曲 实验关系呢 咱们简单的说一说 美国华府啊 有一个破复盛名的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 简称HFX 最近呢 有意颁发约翰麦肯公共服务领导奖 给台湾总统蔡英文 表扬她 无惧中共在国际上对台湾的欺压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政客报道 加拿大保守党众议员 庄文浩14日提案 认定台湾总统蔡英文 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国际领袖 也是台湾第一位女总统 以及啊 她是自由民主制度的坚定倡导者 无疑是麦肯奖的理想人选 因此啊 呼吁HFX应该颁奖给蔡英文 加拿大政府也应该持续向HFX提供赞助经费 这下有意思了 挡不住了 还记得前面我讲的那个疯狗的故事吧 现在大家对中共这条疯狗啊 都受够了 过去啊 中共总是伪装成大尾巴狼 现在呢 已经原形毕露了 实意啊 就是狗杖人士 前天呢 这个胡锡进 胡叼盘 开足马力 嗷嗷咬 山寨几家破飞机啊 一会儿飞这儿 一会儿飞那儿 搞得四邻不安 现在好了 加拿大都不买账了 赵战狼还坚决反对 反对就反对 还坚决反对 你多一个形容词就不一样了 坚决反对又能怎么样呢 你还要咬人呢 他说 中方认为这是一项错误动议 然后重申老掉牙的一个中国原则 还强调 这也是加拿大政府的严肃承诺 你中共对香港的承诺呢 说好的50年不变呢 你们耍了流氓 要别人遵守承诺 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这次啊 加拿大众议院 这个议员庄文浩的提案 获得了众议院无意义的通过 什么叫人心所向 什么叫得到多助 之前的小插曲呢 就是加拿大总理那个不争气的土豆特鲁多 原来呢 传闻他说不支持这项提案 但是呢 在接受这个质询的时候 又改口风了 小土豆多机灵啊 多会见风使作呀 一看这阵势啊 无人反对 那他还反对个啥呀 做个顺水人情不就完了吗 然后再补上几刀 捞点政治资本 他说一直都支持台湾 有意义参与国际多边论坛 加拿大也将会与台湾持续强化贸易和双方民间的关系 这里的关键词就是有意义参与 什么是有意义参与呢 是不是就话里有话了呢 当他反对的时候啊 不代表他不支持 而是他认为没有意义 这个土豆啊 真够圆的 够圆滑 之前呢 他暗中表态不支持了 回头可以找个理由跟中共说 我也没办法啊 我都表态了不支持了 我总不能跟整个国会对抗吧 那我这个总理还能不能干了 什么是政客 什么是政治啊 小土豆的表现就是一个典型的政客 毫无原则见风使舵 谁都不得罪 说句题外话 加拿大这个总理啊 确实长得非常的帅 虽然有传言说 他也跟那个倒霉机有关系 但是啊 就凭这长相啊 也能获得不少选票 看来啊 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 最后啊 跟大家报告一下 明天如果没有特别的新闻 我会在明天晚上9点 在新频道Garry Talk上 发布新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Garry讲故事呢 就请移步到新频道观看 好 感谢您的支持与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